去年一連好幾波的振興加碼券即將在這個月底要到齊了 那麼其中的國旅券初步估計使用達到百分之五十六 而高鐵去年也搭上這波熱潮推出五折振興優惠券 不過有民眾買了票 臨時又不搭 上網轉售卻臨時喊高 想要賺價差 雖然是低於原價 但專家提醒您這已經有處法制限 去年五配券剛上路時高鐵推出了限量的五折乘車券 不過也因為這在月底就快要到齊了 現在我們民眾用這樣子的方式買了票 卻臨時又不搭 在網路上做拋售 甚至想要賺取中間的價差 腦筋動得比誰都快 這張台南到台北的車票原價一三五零 用一半的價格買等同不到七百元 網友想用一千元轉售卻被下方留言炮轟 這不是變相黃牛嗎 優惠上的美意怎麼變成你賺錢的工具 我是覺得OK啦 反正雙方都有拿到好處 會耶 真的啊 怎麼說 事實上依高鐵規定用五倍券買票 只能換不能退現金 而如果五折優惠券的話 可退購票時的金額 但不能退券 至於這樣違法嗎 律師透露依照鐵路法 只要有加價出售按車票張數儲票價五倍到三十倍罰還 高鐵則呼籲旅客接入購買來歷不明的車票 去年五倍券 加碼券 一窩蜂出爐 即將在四月底到期 當中又以國旅券最最夯 外接判實現再延長 但實際花起來真的省到嗎 攤開定房網 五月中高雄巧碰田富貞開創 三千起是基本 五千是正常 想住好點要花九千 花蓮更不客氣 端午連假還有一個多月 六七千甚至到上萬 難不成已經是常態 交通部統計 截至四月七號 國旅券已經使用百分之五十六 以帶動旅遊產值達六十五點四億元 期限不會再延長 但國旅價格狂飆 也許是振興後下個該解決的難題 謝謝大家 下面去台北 參謀東